哈囉,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介紹魔物獵人世界裡面武器劍斧的使用心得 因為劍斧是屬於攻速比較慢,威力比較強大的武器 但要使用這武器時,施展動作會非常的慢 常常在施展動作會完成的情況下被魔物攻擊所阻止 還有就是握刀的時候移動速度也會非常的慢 要常常的把武器收刀、出刀、重複的動作來躲避敵人攻擊 這把武器有所謂的變形系統 變形過後同時按下圈和三角形可以施展它的特殊效果 所以建議待人時會需要多一點走位觀察並抓準空隙攻擊 武器連擊和使出特殊能力時 到達一定的輸出武器上的刀刃就會變成紅色狀態 這時候再使出武器的特殊能力 你的角色就會爬上你所攻擊的位置並給它造成大傷害 但這時攻擊還是必須要抓準時機 魔物要發動攻擊時使出這招可是會被彈走的 所以要觀察一下在下手 刀子紅色狀態也有時間限制 如果真沒找出下手點那就不要硬下 等下次有再來 但如果有隊友一起狩獵的話 就可以利用隊友攻擊來協調大法 就不用擔心太多地方了 以上就是我測試版和正式版玩下來的心得 之後應該會再出其他武器的使用心得 感覺很動物 感覺很動物 對… 搖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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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